就是说我在厂里上班的时候 那牛水县的夫妻 他从十几岁跟老公打工 在厂里面认识 回家结了个婚 匆匆的辞工休息了一年 生了孩子就出来又打工 然后孩子现在已经十几岁了 从他十几岁开始到现在 一直是如此 然后呢浙江那边的厂里 不像广东 他平常没有假期的 一个月就一天两天 然后呢上班时间还长得要死 都是13个小时以上 偶尔不加班 就是到过年的时候 可以休息个十几天 就这样 浙江那边厂都是这样 人也不同 对印度人说话 生活习惯不同 然后我说你这些年 老公带你出去玩了一下没有 他哪有时间 没有 我说你们去旅游啊 没时间 我说你们过年的时候 他们也不愿意回家 有的时候他有孩子 接着这样就上学了 我说过年的十几天 他也有车 我说你老公开着车 带着你沿着那些海边 拿去玩一玩 舍不得花钱 你在那边哭 不是那个 他就是没有玩的那个心思 出差久了 回来都是负冷料 那边又没朋友 印度人吃东西又脏 关键是印度的美女 他也不敢勾的 你要让他去越南 你看看他还寂不寂寞 他回来他潇洒死了 他就是没有玩的心思的人 你玩的心思的话 来过年休息十几天 带着孩子 他自己有四驾车 沿着海边去走走 去玩一玩 也花不了几个钱 说实话 花个几千块钱就够了 一家人 就玩个一个星期左右就回来 天天去吃吃下下馆子 看看风景 玩一下那些娱乐项目 几千块钱就够了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娱乐过 就是十几年就是如此 年年都如此 到过年来 要么就回他家 要么就回他家 就奔波在路上 过完年来就在厂里面 一年到头 也不算没时间 过年来他实际上有时间 只是他没有想去玩 过年上班 印度没过年 印度不过年 再有 看了几年了 谢谢 谢谢 不然没几天 不是浙江那边多 浙江那边厂多的 浙江那边就是可以提前请假的 又可以提前请假 而且放假就是开工开的晚 不是初四 他们是初八 只有放一天出席 那是你们公司吧 他们不过 他们有印度新印度年 好像没看到印度人过年的新闻 还真顺 给小莫菲 这小莫菲 这小莫菲的一百八八万 张进来 这小莫菲 使用 是最主要的